我昨天在記者會講說要有必要的話要軟風塵 結果也引起很多的討論 利用這個機會把它說明清楚 第一個是這樣 因為我們也有臨床的醫師 也有公衛的這種專家 所以我們從每一天的新增確診數目 是有辦法大概預測說未來幾天 我們可能可以新增確診數 這個是這樣 如果不做任何動作 預期新增確診率會增加 當然是這樣 這也就是一個思考 到底我們要不要額外的動作 那如果按照預估 到5月7號 我們臺北市可能新增的案例會超過1萬 當然這個我相信中央國衛院他們也有相同的數據 因為科學就是科學 所以預期如果不做任何動作 甚至因為現在把這個隔離的時間再縮短 甚至又可能會更快 所以新增確診案例會破萬 這大概是大家不會覺得奇怪 應該在預料中的是 確診案例多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比方說超過200 這時候公佈足跡就沒有必要 為什麼 因為整個臺北市 反而會如果再公佈足跡 變成假象的安全感 所以我們是讓確診案例高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會把這個公佈足跡沒有必要的事就不要做 就停掉了 確診案例繼續上升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如果要用原來的疫調方式 原來的匡列方式 社會成本太高了 比方說這個禮拜一 在我結束隔離來上班的第一天 當時我們臺北大概 原先如果國高中不停課的話 預計要有六萬人 我們的學生要停課 然後我們居家隔離 到昨天已經到一萬九 所以這個居家隔離要一萬九 而且很明顯 這一定繼續在上升 很快就超過兩萬 所以我們當時又說 那不求清零 只要又要求說 這個R值接近1就好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疫調的範圍縮小 比方說一開始我們疫調是花病前四日 我現在說不要四日 兩天就好 這個漏網之魚就算了 兩天 然後不要說整個辦公室全部居家隔離 九風格縮小範圍 所以當這個確診者的人數開始上升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縮小疫調的規模 然後等到每天確診者已經一千多兩千的時候 你知道 我要很誠實的跟大家講 當每天確診者已經到一兩千的時候 醫調很難做下去了 沒辦法做 事實上也不確實際 因為如果兩千個人確診 然後每個確診者要匡十個人居家隔離 那一下一天就匡兩萬人了 十天匡二十萬人了 就簡直做不下去了 所以確診者多到一定數量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做疫調 但是如果確診者要繼續往上升 比如說如果一天五千 這時候就很誠實的跟大家講 這時候連做安置都有問題了 我們現在每個確診者要打電話 要經過詢問 你是要放在家裡 還是要放在防疫專責旅館 還是要送去醫院 還要雙向溝通 要填資料 一天一千兩千 台北市還可以應付 一天如果 如果按照這個速度 幾天後就達到五千人 這個地方要很誠實的跟大家講 這時候連確診者要做安置 詳細的安置都有困難 所以到最後會發生什麼 我們會到什麼狀況你知道 就是說 確診者就直接發一個卷診給他 你就自己簡單就當作感冒處理 只有在確診的狀態下 症狀又過嚴重 才去醫院求診 這時候我們最後一道防線 我叫算 我們台北市所有的醫院 防疫專責病房的防線數有多少 這樣我才可以知道 我大概每天有多少人需要住院 我這個能不能忍受 就在這個禮拜 我們已經下令 台北市所有的區域局醫院以上 急性病房要做防疫專責病房 從5%升至10% 我們就要開始思考 台北市每天確診人數 大概到每天確診人數多少的時候 會把我們這個防疫專責病房 占難 如果我們這個確診人數多到 防疫專責病房 裝不下去的時候 就會出現 我們以前在電視上看到香港的局面 病人堵在這個急診室外面 這就是問題 我所謂的軟封城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每天確診的人數上升到一定程度 然後確診又其中有一定百分比的中重症 需要去住院 這個量要超過這個醫院的負荷量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把活動降低 防止這個疫情繼續擴張 這在講什麼叫做必要的時候 我們要控制疫情的發展 所以在這個地方 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當確診案例越多 第一開始是不公布足跡 再來是縮小疫調範圍 再來是不做疫調 再來是不做確診者的追蹤 最後一道防線是 醫院的防疫專責病房 要能夠應付我們每天新增的確診案例 大概是這樣 用這個機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我們台北的防疫戰略 大家聽得還是如煞煞 你說要確診到一定的程度 就會考慮軟性封城 所謂的軟性封城到底是什麼 封到什麼程度 然後到底要什麼樣的程度 才會考慮軟性封城 那所謂的軟性封城是什麼內容 怎麼樣的軟性封城法 太籠統了 跟去年六月一樣 就是三級警戒 差不多一式 還是警戒 就是不管實質是這樣 當然 再講一遍 當醫療量人開始沒有辦法應付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 要控制疫情不可以一直擴散上去 所以什麼時候會醫療沒有辦法負擔也不知道 所以民眾就是插淚蛋 然後等到你們突然宣布要軟性封城 然後沒有辦法應應 是這樣嗎 這是這樣啦 我們目前我們台北市有1300床 只用掉500多還有700還有空的 我們會堅看 所以這個要很誠實的講 沒有標準答案 且戰且走 前一天晚上六點跟我們講說明天三加四 不過是這樣啦 我覺得事情發生就發生了 我是希望說他們至少給我們一個前置作業的時間 你今天晚上宣布明天我就要上陣 我單單昨天要解隔離2萬人 到現在我相信文書作業還沒做完 超風味深全好喝